第一層叫做對流層 我們國中不講你原因 我們只告訴你結果 陽光的能量大部分會穿過大氣層被地面吸收 大概有一半是被地面吸收的 那麼在吸了熱以後再放了 他講過那個溫室氣體吸收來自地面的火外線 然後加熱地球 加熱地球 所以呢我們的這個最底下這一層 他的火爐是在地面 越靠近火爐越熱 越上面會越冷 所以他高度越高溫度越低 每上升一公里下降6.5度C 第一 咬背 然後就可以考計算題 玉山高4000公尺 加熱平地溫度26度 玉山上面溫度幾度 一公里 6.5 4乘6.5 26 26且26這樣0度 這樣子算 OK 好 第一個要背 6.5 第二個 如果學測考這一題 這6.5應該會給 6.5應該會給 重點三 沒考過 沒考過 但是你還是要背 我的沒考過是指的是大考試沒考過 年考程度大考試沒考過 好 不是段考沒考過 不是小考沒考過 OK 好但是你還是要背 OK 每上升一公里下降6.5度C 高度越高溫度越低 那麼這個對流層到了最快到頂的時候呢 那溫度就不太變化 這以前呢叫做同溫層 現在很少人這樣講不理它了 那麼溫度不再改變到對流層頂 大概11到12公里 大概約10公里 10公里多一點點 然後高修理 這個高度為誰季節跟緯度的不同而不同 原則上就是地面溫度越高 對流層頂就越高 所以低緯度比較高 高緯度比較低 夏天比較高 冬天比較低 所以就是這個狀況叫做對流層頂 上升到一定高度之後不再變化 要做對流層頂大概10公里多一點點 10公里多一點點 OK 對流層頂 所以會隨季節跟緯度不同而不同 這個對流層為什麼叫對流層 因為它會對流 它底下熱熱空氣會上升 上面冷冷空氣會下降 有熱上升冷下降 所以上升要所以有對流的現象 所以稱之為對流層 因為有對流層同時呢 空氣的水幾乎都在這裡 大氣的水幾乎都是在這邊 大氣的水幾乎都是在這邊 大氣的水幾乎都是在這裡 因此造成一個結果 天氣現象都發生在對流層 一般老師考試喜歡考 一般老師考試喜歡考 最後這一句 請問你天氣現象發生在哪一層 答 對流層 我喜歡考前一句 為什麼會發生在對流層 因為對流層對流旺盛水氣豐富 要熱上升冷下降升到天上才會冷 才會凝結 要有水有水才會凝結 才有雲才會下雨 所以要對流旺盛加上水氣豐富 所以我喜歡問你為什麼發生在對流層 因為對流旺盛水氣豐富 一般考試是直接考你 請問你天氣現象發生在哪一層 答案叫做對流層 他可以畫一個圖 畫一個分層圖 然後寫上甲乙丙冰 問你是哪一層有 天氣就選到最下面那一層 OK 好 這就是我們的天氣現象對流層 這個是我多講的 看看做就算了 噴射氣流 我們的在對流層底那個附近 有一股強勁的噴射氣流 由西往東邊吹 舊課本寫的比較誇張 時速1000公里 我怕死人 這個比較正常 秒數100公尺 1分鐘6公里 1小時300多公里 300公里 比較正常一點 OK 這個強烈的這個西風 傳說二次大戰的時候 日本人曾利用噴射氣流 有丟氣球炸彈去轟炸美國 好像有轟炸成功 不過當時美國政府封鎖消息 不讓他人民知道 免得引起恐慌 我被日本人轟炸了 我被日本人轟炸了 OK 那現在是你而言就是 你坐飛機的時候 會需要避用它或避開它 如果有人去過亞馬里卡的 有人去過美國的 你就曉得 你台北飛美國怎麼飛的 台北起飛 就直直向東 就飛過去了 對不對 飛過去了 你從美國回來怎麼回來的 你會先向北飛 你會上阿拉斯加 你會走日本 然後再下來 幹嘛 避開它 避開它 時速300公里好了 你的飛機時速300公里 由東往西飛 空氣300公里 由西往東吹 你飛的半天就說沒飛 沒動 所以他就會耗油啊 所以你時間幹嘛 所以要避開它 所以你們去過亞馬里卡的 美國的 你現在看你美國這種關係 怎麼回來的 你有直接飛回來嗎 沒有啊 你上去 像北到到現在在下啦 避開它 避開它 避開那氣流 就知道就好了 這個 氣象學上這個 最好也別的用途 別的想像 我們太深化學 我們就不理它了 不管它 而且這個活動也沒有加 你就聽過就 算了 就算了 知道怎麼一回事 坐飛機的時候知道自己 為什麼坐飛機的時候 知道自己 為什麼會降飛就可以了 這麼降飛就可以了 就是讓你了解一下 就是有關於 對流程的部分 重點 高度越高溫度 越低 每上升一公里下降 6.5度C 因為這裡 對流旺盛 水氣豐富 所以 天氣像都發生在 對流程 OK 可以嗎 可以